秦时月下课后 静自走向玉游的办公室 玉游还在忙 她是以秦时月等自己一下 秦时月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开启了丁夫模式 从她这个方向看过去 看见的是玉游的侧脸 不愧是自己在人海中选中的男人 真的是360度无死角 哪个方位都好看 尤其是她认真工作的时候 越看越帅 秦时月考上玉教授的研究生 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这一年的时间里 秦时月既是玉游的学生 也是玉游的女朋友 作为成年研究生 跟自己的教授谈恋爱 其实如果公开的话 也似乎没有什么事 但秦时月跟玉游却一直没有公开 因为秦时月觉得 这样颇有的下情的意思 地下情 想想就刺激啊 而且 还有点像自家父母之前的状况 由于秦时月的父母 在地下情方面很是有心得 秦时月也先学线脉 跟自己老师谈地下情 谈得不亦乐乎 玉游看起来是忙完了 她收拾好东西 才刚站起身 秦时月就胆子很大的 扑在她身上 小月 这是办公室 她看了一眼门口 想把年上来的女朋友 扒拉下来 但秦时月在私底下一厢 胆子很大 我才不怕 玉教授 你都一个星期 没见你女朋友了 她搂着她不放 使劲地吸了几口 她身上的味道 玉教授 我好想你 上午上你课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着你的脸 在想如飞飞 我一节课什么也没听进去 你晚上要给我补习 玉教授去外地 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 走了一个多星期 刚回来 因为想女朋友 本来今天的课可以补上 但是为了看一眼女朋友 于是去给全班上了一节课 你想如飞飞的内容 我倒是很有兴趣 玉游越过她想补习的事 饶有兴趣地看着秦时月 刘 蒙秦时月自己脑补了半天 还倒打一耙 玉游宠溺地看着 女朋友今日大概不知道她要回来 所以打扮得很素 可就算是素 她依然这么好看 她突然觉得好想她 刚刚她还口口声声说 这是办公室 可现在她忍不住想要亲她 凑上去的唇刚挨到她的 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 秦时月赶紧躲开 做出一副请教老师的模样 那玉教授 我下次再有不会的问题 再来请教您 秦时月拿好自己的东西顿了 几分钟后 玉游收到秦时月的微信 我在车里等你 秦时月上了车 在自己车子里等着她嘉玉教授 这车是宋月兰送给女儿考上研究生的礼物 秦时月其实来上学很少开车 但今天碰巧开了 她在车里等于教授的空隙 还顺便把自己捣吃了一番 玉游上车后 看见女朋友焕然一新 果然 爱情滋养人啊 秦时月启动车子 直接开到了她们平时来的一家餐厅 吃饭啊 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玉游发现 秦时月不好好吃饭 一直看着她吃 我妈妈为了保持身材 经常吃得很少 我作为她的女儿 也不能掉队啊 秦时月胃口本就小 更何况见这玉教授后 高兴到根本不想吃饭 更何况 我更想 两个字已经到了嘴边 她又生生淹了下去 还是不说得好 不然她一个女孩家家的 像什么话 玉游一个疑问的眼神才刚毛过去 看见秦时月的眼神之后 她瞬间懂了她未曾说出来的话 这小丫头 她一顿饭 两人吃得眉来眼去 缠眠异常 走吧 回去吧 吃完饭后 玉游示意可以走了 我先送你回去 秦时月最近都住在外公家 她突然假装矜持起来 玉游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没说行还是不行 请问を 是求年时间